我掀开那块黑色的油布,油布下面是两具赤裸的尸体,一男一女,他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,就算在二十七楼坠下,依然没有分开,我漠然地看了这两具尸体,一眼就盖上了油布,这对亡命鸳鸯,真是爱得凄惨,我在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面前,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多余的路人甲,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男人走到我身边,垂下头,像是一个罪人似的对我说,很抱歉,我叫子吴方,毁了一个家庭的情欲,我死有余辜,在这之前我并不认识他,可他说出这句话,我就知道了他是谁,他应该就是和我老婆出轨的那个情夫的父亲,他看起来确实很内疚,但内疚无法弥补我受到的伤害, 在他们掉下来不到一个小时,朱成的头条新闻应该会报道他们殉情的消息,全朱成都晓得,我的妻子花玫瑰和情夫方国安在我家里偷情被我妈发现,两人情急之下,爬出窗外躲避,失足坠楼身亡,传闻不可怕,可怕的是那些添油加醋的旁白描写, 这件事会越描越黑,传到最后,会传成两个可怜人,真心相爱,得不到世俗认可,宁愿搂着一起跳楼自杀,死后做一对亡命鸳鸯,而我会成为扼杀他们爱情的刽子手,我本来是最无辜的那一个,最后却成了迫害者,古人说伤心到绝望时,不会有眼泪,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, 如今我就是这样,看着惨死的老婆,我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,我脸上也看不到半点悲伤的表情,就好像死的那个,是与我无关的陌生人,反而是旁边围观的两个大妈,看着这两具搂抱在一起的尸体,摸起了眼泪,他们低着头怯怯思语,一边指着我,一边小声讨论,我听到一个大妈,对另外一个大妈说,这男的就是老公,做他老婆真可怜。 另外一个大妈说,就是,他老婆就是傻,要真爱那男人,跳什么楼,直接离婚得了呗。 听说他老公那方面不大行,那女的才在外面找人,站着毛坑不拉屎,怪不得那女的要跳楼。 我越听越愤怒,可我知道将来有比这更难听的流言蜚语,话没归,你真是了不得,婚外出轨就算了,还要用这种决绝的姿态向我示威。 最可怕的是,他们赢了,因为我无法复仇,我找不到复仇的对象,他们死得一了百了,甚至我连他们两个的尸体都无法分开安葬。 医生说,他们在坠楼前一刻搂得太紧了,手和脚的骨头都掰不开了,只能火化了之后将骨灰分成两盒,可这样子的话,就分不清哪一部分是玫瑰的,哪一部分是那个情夫方国安的,方国安的父亲望着两盒骨灰老泪纵横。 他将骨灰盒推到我面前,说,如何处置,你说了算。 我想了想,说,既然两个人的骨灰已经分不清谁是谁,那就把他们一起合葬吧,我要随便给你一盒骨灰,你也不能肯定是不是你儿子的,他们既然死也要死在一起,应该是真心相爱的吧。 合葬在一起,以后你想来看他,就直接到牧原得了,方国安的父亲感激地给我跪下磕了一个头,我的老丈人也出席了葬礼,我看见他和在方国安的父亲聊了几句,方国安的父亲走后,他走到我身边,对我说,有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我,但是如果不说,他怕我以后万一知道了会恨他,我说吧。 如今在难听的话,我也听过了,再坏的消息我也能接受,你有什么直接说吧,玫瑰年轻时有一个初恋,他们两个人年轻时爱得要生要死的,我们两家的家长还互相见过,以为会结成婚,没想到后来两人分开了。 我说,那个初恋不会就是方国安吧,我刚看到你和方国安的父亲聊天,你们应该是熟人,老丈人点了点头,老丈人握着我的手,不停地向我说对不起,如果他早知道玫瑰和国安又走到一起,他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会分开这两个人,不会让第三者破坏我们的家庭。 老丈人的姐是让我松了一口气,我很害怕一个真相,我老婆因为烂交,在外面随便找个比我年轻的男人发泄,这会让我更加难堪,幸好老丈人替我解答了疑虑,既然证实了方国安是玫瑰的初恋。 那所有事情都能说得过去了,自从两年前不知哪天开始,玫瑰对我越来越冷淡,有时候我想亲热一下,无论我怎么挑逗暗示,玫瑰不是假装睡着,就是推堂说太累。 原来他心里藏着另外一个人,那个人还出现在他面前,他们旧情覆斥了,为爱而死,那是殉情,虽然不光彩,但总算有个名分,死后名声也不会太臭,可我还是害怕,看见周围熟人的眼光,办完了玫瑰的葬礼,我马上辞了职,还把我们那套公寓卖了,买了一个学区房,刚好可以方便女儿幼儿园毕业后,直接升入那个学校。 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,周围也是陌生的人,我也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,我以为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,我不会再沉浸于悲伤难堪的往事,让自己每天都痛不欲生,可我还是小看了玫瑰的死,对我的打击,没完,只要我闭上眼,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墙角落那两具沾满泥土的裸体,手臂和手臂交织着,腿和腿纠缠着,就像是一对孪生, 玫瑰的眼睛睁得老大,他盯着他眼前的男人,满心满眼都是那个男人的影子,他眼角也不扫我一下,仿佛再对我说,你瞧,你虽然得到了我的人,但你得不到我的心,我爱的那个人不是你。 每次梦到这里,我就从哭泣中惊醒过来,每晚就这样,重复着同样的梦,一个月过去了,两个月过去了,也不见好转,我才知道,玫瑰对我的伤害,不仅仅是出轨和死亡,它不爱我,这才是对我打击最致命的,为了不让年幼的女儿和我一样被伤害,我骗她说妈妈出国学习了, 天真的女儿每晚睡前都催自我打电话,让妈妈快点回来,我为了彻底走出玫瑰的阴影,我决定将所有有关她的东西都扔掉,一箭不留,就算将来女儿知道真相后埋怨我,我也不后悔。 我找了一个周末,认真的将那好几大箱,还没有心情开封的箱子整理了一下,在最底部的一个箱子里,我发现里面有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衣物,几件性感的泳衣,透明的面纱,闪闪发光的大耳环,等等,这些东西就收藏在箱子里,表面盖着几件玫瑰的旧衣裳,可以肯定,这些我不见过的衣物,应该也是属于玫瑰的, 可她从来不去游泳场,也没有参加什么瑜伽班,舞蹈班之类的,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文员,她要这些东西有何用,我不死心地在箱底继续翻找了一下。 在箱底的角落里,我发现了一张小小的名片,上面写着,满月澡堂,我被这张小名片折磨得很惨,翻来覆去地将小名片捏在手里把玩着,猜夺着,到底玫瑰为什么要留着这张小名片? 她为什么要去澡堂子?我们南方人没有去澡堂子的习惯,我也不觉得玫瑰有过这种爱好,猪城的澡堂子,是从十几年前,猪城房地产开发的那一年开始入住,这些来自北方的澡堂子,是专门为那些从北方来的生意人而设,本地人基本不会光顾,一来不习惯赤身裸体的相见。 二来,猪城一年四季如春,每晚都在家洗澡,觉得没必要花这个钱去澡堂,可是玫瑰将这几样东西正而种植地收藏在乡底,肯定有她的意思,我想了又想,最后决定去趟这个满月澡堂探个究竟,自从玫瑰走后,我发现,我们结婚数年,我对她竟然一无所知,虽说人走了就一了百了,可她留下这么多我想不通的事情,我按捺不住,自己不去回家。 胡思乱想,周末晚上,我去了满月澡堂,我本来是想随便泡个澡,顺便打探一下,有没有人认识玫瑰,我进到澡堂,我才发现自己肤浅了。 这澡堂,跟我在电视里见过的澡堂都不一样,电视里的澡堂子,是一群大老爷们,围坐在一个热气腾腾朴实无华的大池子里面,泡澡搓泥吹牛皮,可我眼前的澡堂,却异常的华丽,一个硕大的池子,用彩色琉璃镶嵌,池子中央,有一个与水面齐平的透明玻璃浴盆, 玉盆是可以升降的,我进去参观设施的时候,玉盆里面是空的,可当我交完费,换完衣服进到玉池后,玉盆里就多了一个人,是一个女人,全裸,身上只用一张薄薄的大毛巾盖在身上,作为遮羞布。 随着玉盆徐徐声的高出水面,罗女随手掀起玉金,全身一丝不挂地袒露在所有人面前,她横躺在玉盆里的姿势,让人流鼻血,澡堂里的男人都沸腾了起来,有人吹起了口哨,有人打起了响指,还有人把手放在水面上,发出啪啪啪的暧昧声音,女人妖娆地向着男人们微笑, 露出她粉红色的牙影,这是咋回事,我张开的嘴巴形成一个可笑的欧形,站我旁边的一个秃顶的男人,拍了我肩膀一下,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,兄弟,第一次来,我点点头,有眼光,满月的培育女在整个珠城都是顶呱呱的,她向我竖起大拇指,我不解地问她什么叫培育女,她说, 澡堂从北方搬到南方后,客源较窄,南方人不爱进澡堂,澡堂老板为了吸引更多的本地客人,想出来的一招绝火,用澡池,培育这名堂,实际上跟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按摩店一个位,就是搞那些见不得光的玩,用女人来色诱男客人, 从她望着澡盆里,那个全裸女人的猥琐眼神,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,我望向那个徐徐升起的浴盆,慢慢地降落到水里, 只见御女动作傲慢地拿起浴巾,一点点擦拭着身体的部位,她每擦拭一个部位,澡堂里就响起一大片呐喊声, 当她越往下擦拭,所有男人都屏住了呼吸,在最重要的关头,浴盆忽然就沉下了水底,去哪了, 我也被勾起了好奇心,从来不涉足风月场所的我,一下子就被这华丽又性感的开场给吸引住了, 我用力地环顾着澡池,努力辨认那个女人到底潜到了哪里,忽然,我感觉自己的脚趾头一阵苏马,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,我被蛇咬了,可这是澡堂,又不是我小时候家乡后面的小河。 哪里来的蛇,我捏住鼻子沉入水底,发现我的脚趾头正被那个培育女含着, 我吓了一跳,她发现我在看她,迅速松开了嘴,然后像一条蛇那样,从我的腿部一直往我身上缠去, 我本来只穿着一条短裤,她的手就伸进了我的短裤里,熟练地找到了我的命根子,并捏住了她。 我从来没试过这种感觉,她紧紧地捏着我的命根时,我就像被一张床单包裹着,很有束缚感, 但是又有一种莫名的刺激,最要命的是全身都开始发热发烫,我感觉这池水像是被烧开了一样。 我大汗淋漓地将头部露出水面呼吸,眼睛被雾气遮住,眼前一片白茫茫,我什么理智都没有了, 一心只想着挣脱那束缚,我就在这种自我挣扎的过程中得到了宣泄, 我身旁的池水慢慢浮起一层白色油脂状液体,我脸红红地将那些液体用手拨走, 这一切仿佛发生在无声无息之间,没有人注意到我刚刚经历了一场欲望的洗礼, 培育女很快就从水底游到了澡盆边上,并爬上了澡盆, 她重新用那张薄薄的大毛巾盖住她赤裸的身体,躺成一个妖娆的姿势, 但她的眼神分明在看着我,好像在对我说,刚才是不是很爽, 嘿,弟兄,你被她看中了,你有艳福啊, 徒顶男人原来一直在留意我,她发现培育女一直在盯着我看, 你第一次来,肯定不懂,我跟你说啊,这培育女可不是谁都能碰的, 咱们只能远观,不能乱摸,她可以自己挑客人,挑中了,怎么玩都行, 你经济要是宽裕的,还可以跟她一起上二楼,那上面是VIP包间, 有私人早迟,可好玩了,我心里莫名的就被她的话打动了, 我竟然渴望着那个培育女的召唤,可惜最后什么也没发生, 黄金时间一过,培育女就下班了,我也没得到工作人员的任何让我上楼的提示, 在更衣间里,徒顶男人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, 你长得帅,有的是机会,下次再来,我叫凯哥,以后多多关照, 凯哥说完,热情地给我递了他的名片,我一边穿衣服,一边随口问, 凯哥,你常来这里玩吗?凯哥点点头,说他是北方人, 从小就习惯了泡澡,来了南方也改不了,这地方他一个月最少来两三次。 你多点来,这满月堂的老板挺阔气,这里经常有活动,挺好玩的,老板请的小姐都顶呱呱,说完,凯哥拿出他的手机, 把他之前参加满月堂聚会的照片翻给我看,我随意地翻了几页,忽然,我的眼睛被一张相片吸引住了,方国安。 我一眼就认出他了,虽然他穿得很普通,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,假装不在意地问凯哥,这男的是谁啊? 安仔啊,这里的常客,我跟他很熟地一起玩了几次, 我这下明白,玫瑰为什么收藏了一张满月澡堂的名片,原来这是他和初恋重逢的地方,我猜玫瑰一定也是这里的常客,因为这里有男澡堂和女澡堂,我回到家后的那晚,彻彻底底地失眠了,那个喜玉女风情万种的样子,不停地在我面前晃动, 我已经忘记了我去满月澡堂的初衷,在脑海里,我只惦记着那个不穿衣服的全裸女人,我睡不着觉,眼前总是反复播放,她坐在那个升降浴盆里,悠闲又性感地擦拭着身子的模样, 我第一次发现,女人洗澡是可以这么好看,这么让人欲罢不能的,我简直有种想把她从浴盆里抱出来压在身下的冲动, 或者化成她身上的任意一滴水珠,吸吮着她吹唐可破的肌肤,那肯定别有一番滋味,情欲这东西真的是很要命,只要尝试过了,就难以自控, 自从我在满月澡堂回来后,我就忘不掉那个培育女了,好不容易盼到了周末,我草草吃完晚饭,将女儿送到我妈那边,我开着车去了满月澡堂,在总台接待我的女孩,一眼就认出了我, 她笑着问我,要不要开个年卡或者VIP卡,这个月做活动,开卡有折扣,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,脑子一热,掏出银行卡,刷了一万八。 买了个VIP卡,可惜我这天运气不好,上次见过的那个培育女不在,换了一个,不是我感兴趣的类型,我草草洗完澡,就进了按摩室,开了卡的客人,按摩是免费的, 我在按摩的时候,又碰上了凯哥,他刚好也从澡堂里过来,看见我,凯哥显得很高兴,他找了个挨着我的位置,我俩一边享受着按摩,一边聊着天,凯哥是个建坛的男人,他说他是做玉石生意的,从云南那边批发玉石,过来租成给散户,我问他是不是赚的很多,他伸了一个手指,说一个月这个数。 我说一万,他摇摇头,十万,我听了羡慕不已,要不是赚这么多,我能常住这地方,这可是烧钱的地,你来多几次就晓得了,我问凯哥,为什么上次那个培育女不见了,凯哥想了想,说,哦,你想找杜鹃,他一个月采了两三次,不是常住,他是合约工,凯哥说完,下流地笑了两声,说,你看中杜鹃了,也是,他身材好,肉多, 又会玩,他那小嘴呀,只要碰着哪个男人,哪个男人就得发颠。凯哥说,现在杜鹃虽然身材好,但也比不上之前那个,之前那个身材是瘦了一点,剩在懂得引诱男人。 那眼神,那姿态,天生的狐狸精转世,说完,凯哥想起了什么事的,掏出手机,说,加我微信,兄弟,发个视频给你看,过把瘾,我偷偷录的。 之前那个玉女的才劲爆,你别看瘦瘦巴巴的,可有力道了,试过的人都说他无敌。 他把视频发给我,再三叮嘱我不要给人知道,因为澡堂里是不允许拍照和录视频的,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,才偷偷录下来的。 凯哥发给我视频后,我没有立即点开看,回到家,我睡觉前才想起来,我就打开了手机,凯哥拍的视频不是很清楚。 可能因为是偷拍的,可我还是认出了澡堂里的培育女,虽然她欲盖迷章,脸上还盖着一张红头巾,但她的身材似曾相识,我越来越感觉她像玫瑰。 她在澡堂里扭捏作态地摆了几个动作之后,将她脸上的头巾掀下来,果然,我猜测的没错,真的是玫瑰。 我眼睛都红了,我从来没见过我老婆这风骚的一面。 她向澡堂里的男人抛着媚眼,扭动着她瘦瘦的腰肢,像是在说,你上啊,有种你上来啊,下面的男人都疯了,有人吹着口哨,有人争先恐后地挤到浴盆周围。 想一睹她的风采,还有人被踩了脚,开始动武,澡堂里乱成一片,在这片狂乱之中。 澡堂徐徐升起,玫瑰像一个女王那样,掀开她身上的浴巾,她雪白的皮肤,还有她骨感的身材,都看得清清楚楚,我痛苦地闭上眼,人性的AB面差别是如此的大。 我认识的玫瑰,她根本不是这个风骚的女人,玫瑰她很本分,上班是个听话的下属,回家的是个称职的妈妈。 她唯一不称职的地方,就是生完孩子后,不大愿意和我亲热。 我盯着玫瑰的裸体看了几秒,我忽然有个大胆的猜测,方国安是这里的常客,而玫瑰是这里的培育女,是不是有一个可能? 他们根本不是彼此的初恋,方国安仅仅只是玫瑰的一个客人而已。 想到这里,我更加痛苦,我犹豫再三,还是打了我老丈人的电话。 爸,你老实告诉我,方国安到底是不是玫瑰的初恋,我不是想责怪你,我只是想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。 老丈人沉默了很久,开枪了,对不起,孩子,我是出于好意,不想你太难过,也不想玫瑰死得太难看。 你也知道人言可畏,给玫瑰一个死的名分,作为活着的你,也会活得容易一点。 老丈人一句对不起,已经将真相明明白白告诉了我,我猜测的一点没错,方国安根本不是玫瑰的初恋,这是老丈人给我老婆穿的遮羞布,他不想让我老婆死后的名声太难听,才骗我说,方国安是玫瑰的初恋,真相应该是,方国安仅仅只是玫瑰在早恋。 在早堂兼职时认识的一个熟客,我算了算日子,玫瑰冷落我,足有三年,那他和方国安一定是三年前就认识的了。 我受不了,我的情绪一直崩得紧紧的,就像是一条快要断的弦,如果我找不到答案,我怕我会崩溃,周三晚上,我开车去了满月早堂。 我找到了那个每次去都会笑容满面地招待我的女员工,我对她说,我不是来找澡堂麻烦的,我老婆已经不在人世,我只是想知道她为什么会来这里当培育女。 女孩子开始有些犹豫,经不起我一再哀求,还有我塞给她的一个红包,把我拉到员工更衣室,低声对我说,玫瑰姐跟我挺熟的,她的事我也知道一点。 她说过,自从生了孩子后,她就得了抑郁症,她不敢让老公知道,怕被婆家嫌弃,因为生了个女儿,婆婆本来就不高兴了。 她是经朋友介绍来这里兼职的,她说,只要她脱光衣服,躺在浴盆里,看着一大群大老爷们为她欢呼,她就感觉病好了。 我听了之后,还是不能理解玫瑰的做法,可能因为我不是女人吧,我不能感同身受,况且也不是她一个人得产后抑郁症,不少女人生孩子后都会不同程度有这个病, 可她们也没有说要跑到澡堂子这种色情的地方出卖身体啊。 大哥,既然来了,不如去泡个澡吧,你上次问的杜娟姐今天上班了。 女孩子对我说,我一听,精神马上来了。 果然,我一进澡池子,一眼就看见了躺在澡盆子里的杜娟,她刚好也在看着我,我俩对视了几秒,之后她就笑了,我半躺在澡池里。 泡着热气腾腾的爱草水,舒服地闭上了眼睛,忽然,我的肚子被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,那只手还缓慢地往下移动,伸进了我的短裤里,我呼吸暂停,全身的细胞都沸腾了。 我屏息等待着,像上一次那样的暴击,让我能一下子一窥千里,让我惊诧的是,那只手没有往下走,而是扯掉了我的短裤,然后狠狠地捏住我的一处皮肤掐了进去。 我疼得大叫一声,整个人从水里弹了起来,澡堂里所有人都盯着我,我低头看看自己,一丝不挂的腿部中间,肩挺着一根柱子。 我的模样一定很搞笑,所有人都看着我笑了起来,我还感觉闪光灯在我面前晃了好几晃,我尴尬死了,捞起我飘到远处的短裤,赶紧从澡堂里走了出来,在更衣室里,我一边换衣服,一边恼恨着那个可恶的杜鹃,要不是他捉弄我,我也不会当场出丑。 当我准备换回自己的衣服的时候,一个男职员走进来,笑着对我说,先生运气好,今晚杜鹃姐看中您了,您随我上二楼吧。 我觉得莫名其妙,但也没有拒绝,乖乖跟着男职员上了二楼,男职员将我带到一个房间后,他就退了出去,我看了一眼,这房间跟普通的房间不一样,房间里没有床,只有一个圆形的木制枣盆, 一张大床那么大,澡盆里住满了水,水面上浮着许多玫瑰花瓣,香气扑鼻,我跨进澡盆时,脚板底软绵绵的,吓了一跳,我感觉我踩到了一个人,果然,水底里潜伏着的人,拨开水面的玫瑰冒出了头,是杜鹃。 他雪白的胸脯上还沾着几片花瓣,红白相衬,非常性感,可我还在脑袋刚刚地捉弄,看我板起了脸,杜鹃马上浮在我胸前,娇羞地一笑,说,老板,跟你开个玩笑,不要生气吗? 他一边说,一边用下盘去蹭我的敏感部位,我马上有了反应,我不争气地一把搂住了杜鹃,说了声,你这个妖精。 我就将她压在了身下,并伸出手,去拿放在澡盆旁边的碧蕴套,杜鹃捉住了我的手,把我反压在水底,碧蕴套掉落在里边,过程很迅速。 我回味过来时,杜鹃已经抽离了我的身体,她半躺在澡盆的另一边,用丝巾抹擦着脸上的水珠,我平生第一次和一个陌生女人发生关系,我是有些放不开的。 一下子面对Sita,不知道说什么好,她好像看透了我似的。 自己先开口了,翠有为,睡别人家老婆的感觉如何,是不是很爽,我呆若木鸡地看着她,不明白,这个叫杜鹃的培育女为什么会知晓我的名字,我想了一下,莫非她对我早有意思,所以到我开卡的前台查了我的资料,杜鹃忽然露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,不用猜了,我是认识你的。 但你不认识我,我是方国安的老婆,我听到这三个字,马上从早池里谈了起来,你说什么?我大声问她,方国安的老婆,杜鹃,行不改名,做不改姓,姓杜明娟,我忽然感觉到一股阴谋的味道。 这不可能仅仅只是巧合,世上不会有如此多的巧合,她的老公跟我老婆婚外出轨,而丧偶的我们却睡在了一起。 不必猜了,我就是故意在这里等你的,杜鹃慢条丝里的,一边说,一边用丝巾优雅地抹着脖子。 为什么?我脱口而出,为什么?因为我恨你,恨不得你跟你老婆一起跳楼而死。 她眼里忽然泛出一道光,像匕首般刺向我,我迎着她的眼神,我说我也是无辜的。 不,你一点也不无辜,你把你老婆跟出轨的对象合葬,你让我被全世界笑话,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狠毒的男人。 杜鹃狠狠地一字一句地说道,你可以将他们的骨灰洒入大海,甚至洒到臭水沟,我都可以不怪你。 但是你选择了将他们两个合葬,我每晚都睡不着,一闭上眼,我就看见我老公和那个臭女人在坟墓地相拥而眠的样子。 他们好像在对于我说,我们死也不分开,你能奈我何?我忽然记起,在葬礼前。 方国安的父亲曾经对我说,方国安有个分居的妻子,我忍不住说,你跟你老公也分居了,证明你们感情不好。 他死了,你会有多伤心,会比我更伤心,我这么爱我老婆。 翠,你爱你老婆,就不会来澡堂寻开心,你们男人都是花心萝卜,没错,我是和国安分居了,可我爱她,就算她把那该死的病惹给我,我也舍不得和她离婚。 你能吗?杜鹃从水里一跃而起,扑到我面前,死死盯着我的眼睛说, 你不能,这世上不会有我这么傻的女人。 我证了证,病,什么病,艾滋病,杜鹃咬牙吐出这三个可怕的字,你以为你老婆和我老公是怎么死的,为情而死,荒谬。 他们两个是知道了自己患上艾滋,才约好一起跳楼自杀的。 你妈当时忽然折回家,只是一个意外。 国安他在坠楼前发过短信给我,跟我说再见,我瞬间崩溃,刚才,就在十分钟前,我们刚刚,在水底玩了一个成人游戏,我们没带安全套。 你故意的,我惊恐地问了句,对,我脑子里顿时变成了一团浆糊,我什么也想不起来。 不停地重复着那三个字,艾滋病,艾滋病,杜鹃把艾滋病传染给了我。 我吓得哭了,我抓着我的头发,惊恐地哭出了声,怎么办? 我就要死了。 杜鹃坦然地从澡盆里走出来,从容穿好衣服,对来澡盆里不知所措的我说,去验一下吧,但不会马上有结果,会有空窗期,这段时间,你会比死更难受。 我亲身经历过的,我也想你能经历一下。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,我忘了我是怎么开车去到医院的,我只记得帮我验血的护士,非常的小心翼翼,就好像我身上带着毒菌一样,那种嫌弃又忍耐的表情,让我痛不欲生,空窗期那两周,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光。 好不容易熬到和医生约定好的时间,我颤抖着拿到了结果,虽然是阴性,但医生说,艾滋病毒的感染时间有时会长达三个月,过了三个月才能真正确定我是否安全,为了安全起见,我将女儿送去我妈那里,我请了三个月病假,每天我躲在家里,除了吃,就是睡。 我一直等,等到三个月期限的到来,或许我会被感染,或许我会安全度过,我在想,如果我真的被感染了病毒,我会不会和玫瑰,方国安一样,接受不了这个结果而自杀,我不敢想,有时候我会埋怨杜鹃。 觉得这个女人狠狠毒,但当我想起她承受的那些痛苦,我又不是那么恨她了,三个月过去,我再次咽血,医生说我安全了,我并没有被传染上艾滋病,我松了一口气,那个澡堂子,我再也不敢去了。 我也不敢再想起那个叫杜鹃的性感育女,但是诸诚不大,不想碰见的人,却更容易狭路相逢。 有一天,我在城西办事,办完事,想起我女儿想吃草莓,我走进一间超市,在超市的生鲜区,我和一个女人同时伸手拿起一盒卖下很好的草莓,我们相互看了一眼,我吓出一身冷汗。 这个女人竟是杜鹃,她看起来状态很好,皮肤粉红的像一个婴儿,穿着一条工装裤,里面套一件紧身T恤,像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,我嘴巴张了一下,不知该说什么好,我对杜鹃是有点害怕的,她在澡堂子里埋伏这么久,就是为了教训我,这个女人心态狠,我刚想转身走开,杜鹃忽然开口了,别来无恙吗? 别人的老公,我脸胀得通红,她明知顾问,其实我是吓唬你的,我根本没有艾滋病,我知道方国安有岸病,是不是艾滋我并不知道,但她没有传染我,我们每次同房我都会让她带着避孕套。 我老公花心不是一天两天,我担心她总有一天会惹来脏病,所以我的防护措施做得很好。 我的脸红了又白,我气坏了,我咬牙切齿地低声吼她,你知道那几个月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? 是地狱里的日子,那又如何? 我就要吓唬你,谁叫你假装大方,将那两个人合葬,害我被所有朋友亲戚笑话,我不得不把我的房子卖了,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,我早上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出发,才能上班,不迟到。 要说我恨方国安,不如说我更恨你。 我不想再跟她聊下去,扔掉手推车,准备离开,一个男人走近杜鹃,搂住她的腰亲热地说,宝贝,找到你最爱吃的草莓没有? 杜鹃笑着向我摆摆手,和男人一起走了,我盯着她的背影,心想,这个男人到底是在她和老公分居后出现的,还是之前就有的? 我感觉好像每个成年人都有秘密,就好像玫瑰,她瞒着我去坐陪玉女,我也有秘密,我的秘密,比谁的都藏得深,我并不是在玫瑰死后才发现她有情夫的,在女儿伴岁时,我就发现了她出轨的迹象。 我偷偷翻过她的手提包,里面经常会备有避孕套,我偷偷在避孕套上做记号,发现避孕套隔一段时间就会换成新的,我气疯了。 但我没有当面质问她,一个不爱我的女人,我不会试图强行把她拉回我身边,但我不想主动提出离婚,受伤害的是我,施暴者是她,我的人生信条就是你若负我,我必负你。 玫瑰坠楼的前一天,我对玫瑰说,我要到临时出差两个晚上,我还体贴地把女儿送到我妈家,让她好好休息两天,然后我躲了起来,我亲眼看着那个情夫进了我家的门。 我算好了时间,故意对我妈说,女儿漏掉了药在家里,让她上我家拿,药就放在我和玫瑰的卧室抽屉里,我妈开门的时候,玫瑰应该和情夫正在苟河之中赤身裸体的男女,受了惊吓,一时不知该躲到哪里,唯一刻意躲避的,就是那扇敞开的窗,我只想给他们一个教训。 我在手机新闻上,经常看到偷情的人爬窗躲避,有人安全度过,有人不慎坠楼,我知道他们会是两个可能中的一个,很不幸,他们是后者,他们坠楼死了之后,我并没有高兴过,反而有些内疚。 毕竟是两条人命,但人总要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负责,而活着的人,总要找一条出路为自己活着,我是这样,杜娟也是这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